所以在這次的選秀當中 周杰倫的成績並不突出 但當時的節目主持人吳宗憲認為 雖然這個人看起來不起眼 講話也口齒不清 但創作上的確有才華 所以決定簽下他 讓他加入自己經營的阿爾巴唱片 最早開始就是讓他做幕後工作 一邊寫歌一邊就在吳宗憲的音樂餐廳 打工彈鋼琴 當時生活過得窮酸的他 每天晚上就是在唱片公司的錄音室 打地鋪睡覺 這小牛歡迎收看小牛講正經 講到周杰倫呢大家最近共同的感想是 票怎麼這麼難搶啊 是的沒有錯 睽違七年之後呢周杰倫再度在台北開唱 而且成為天字第一號 在台北大巨蛋舉辦正式售票演唱會的歌手 這個歷史性的場合呢 就在售票系統不斷的轉圈圈 以及黃牛們呢用各種搶票手段一起助政的情況之下 不到30分鐘15萬張門票呢通通銷售一空 逼得魯蛇如我呢 只能參加一堆臉書活動來泄憤啦 比方說呢去下水道廳也唱會啦 趴屋頂啦 稱棒球賽擅長之後呢躲在大巨蛋的廁所跟通風口啦 或是期盼周杰倫的快樂夥伴們多唱幾首啦 周杰倫的門票會這麼搶手不是沒有原因 參開Spotify的年度統計 2023年在台灣累積播放次數最高的歌手就是周杰倫 20年前推出的晴天跟歌淺這兩首歌呢分別排名第三跟第四 Apple Music在中國的年度排行更誇張 100首入榜的單曲當中呢就有55首是周杰倫的歌 最多人聽的七里香呢更是連續三年參聯排行榜第一名 而這一首歌呢同樣也是20年前發行的歌 可以說華語流行音樂在周杰倫出道25年之後呢還得是周杰倫啦 而且周杰倫的歌傳唱度之高呢 橫跨了七年級八年級甚至是九年級生 當我們是高中生的時候呢都在KTV唱歌淺 結果20年後呢歌淺又在抖音翻紅了 呃...對就是那位黑輪害的 當年想跟喜歡的女生告白呢有簡單愛這首歌 而現在九年級生呢則是有破譯典籍的告白氣球 不同世代呢都有一首屬於自己的周杰倫 曾經呢周杰倫就在歌詞當中直接開嗆 我乾脆自己下車只會樂壇的交通 這麼敢講呢原因在於當年他真的用一己之力 扭轉了流行音樂的定義 這一個時間點呢就在於他的第二張專輯《范特希》 這張專輯呢是在2001年發行 到目前為止呢依舊是金曲獎入圍最多獎項的一張專輯 在范特希這張專輯之前呢 台灣的流行音樂除了少數亮眼的創作歌手之外 幾乎走向徹底的商業化 排行榜上面呢都被日本韓國的翻唱歌曲 跟芭樂抒情歌給洗版 而范特希這十首歌呢就算放到23年之後的今天 完全不會覺得過時 這張被樂迷譽為神專的范特希專輯 誕生的背景是什麼 創作時又有什麼不為人知的小故事 他對周杰倫對華語流行音樂的影響又是什麼呢 小牛講正經告訴你之前 請記得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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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頻道 要這樣小聲一點因為有人嫌太大聲 同時呢也要歡迎這一集的乾爹Surfshark VPN Surfshark VPN呢就像是一個能夠保護你在網路上安全瀏覽的救生圈 讓你不會在網路上溺損 平時我們在外面經常會使用公共的免費Wi-Fi上網 但是連接上這些網路之後呢 你往往不知道背後隱藏的風險啦 有心人士很容易利用這些共用IP 駭進你的手機或電腦 取得你的帳號跟密碼 這個時候只要你有Surfshark VPN 它就像是一個安全通道 使用軍事等級的AES256演算法加密 讓其他人難以追蹤到你的手機跟電腦 自然就降低了帳號被盜用的風險 此外大家常常喜歡追劇 很多影集跟電影 只有在其他國家才有上架 但這個時候只要你有Surfshark VPN 就能輕鬆轉換不同國家的IP 觀看其他國家的限定內容 在訂飯店的時候使用呢 還能解鎖不同國家的特殊優惠 市面上的VPN很多啊 但Surfshark VPN的老牌子信用好 而且價格划算 只要點擊影片的說明欄或置頂留言的專屬連結 surfshark.com-andyko 就可以用超優惠的價格訂閱 還額外送你4個月的免費使用期 趕快下載Surfshark VPN 讓你百分之百安心上網 我們進正片 首先呢我們先把時間倒回到1997年 那一年呢周杰倫只是一個默默無名的高中畢業生 考了兩次大學聯考都落榜 一度還跑到餐廳洗碗打工度日 一直到他上了吳宗憲的選秀節目 超級新人王 人生呢才出現改變 在那次的節目當中呢 周杰倫表演了他的創作 男人是很好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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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一點點混沌 哇靠我真的很難想像 這個老派的唱歌風格 跟現在的周杰倫可以連結在一起 所以呢在這次的選秀當中 周杰倫的成績並不突出 但當時的節目主持人吳宗憲認為 雖然這個人呢看起來不起眼 講話呢也口齒不清 但創作上呢的確有才華 所以決定簽下他 讓他加入自己經營的阿爾發唱片 最早開始呢就是讓他做幕後工作 一邊寫歌 一邊就在吳宗憲的音樂餐廳 打工彈鋼琴 當時生活過得窮酸的他呢 每天晚上就是在唱片公司的錄音室 打地鋪睡覺 由於錄音室沒有可以洗澡的地方 他就跑去同一間公司的好朋友 劉跟宏家 借廁所洗澡 不過好笑的是 這一借差點借出人命啊 因為劉跟宏家的熱水器呢 裝在室內 周杰倫的熱水澡一洗超過一小時 導致同房的劉跟宏跟溫蘭 差點液氧化碳中毒 溫蘭還口吐白沫 差點就到鬼門關走一遭 三個人呢 現在可以說是生死之交了 也難怪現在周杰倫跟劉跟宏呢 有著這麼濃厚的革命情感 而周杰倫後來之所以能夠發行個人專輯 最大的貴人呢 就是當時在吳宗憲唱片公司幫忙 後來成為阿爾發唱片總經理的楊俊榮 有一天呢他無意間拿起周杰倫錄製的demo帶來聽 結果驚為天人啊 那首歌呢就是後來周杰倫第一張專輯的主打歌 可愛女人 楊俊榮知道這張demo帶是周杰倫的作品之後呢 馬上打電話給老闆吳宗憲 直接就抱怨他竟然把這麼有潛力的新秀擺了一年多 楊俊榮希望吳宗憲給他2000萬宣傳費 讓他放手一搏 如果不成功呢就收手不幹了 由於吳宗憲那個時候呢主持節目跟投資事業繁忙 就把周杰倫全權交給楊俊榮去處理 周杰倫後來也成功在短時間之內呢 完成吳宗憲交付的任務 寫好了十幾首歌再從裡面挑選十首出來 成為他的第一張個人專輯J同名專輯 這張專輯剛出來的時候呢業界反應冷淡 連自家的阿爾法唱片都只發行15萬張 甚至當時周杰倫去上老闆吳宗憲的綜藝節目單元 十字路口宣傳唱片 竟然是搭公車去錄影地點附近的麥當勞等通告 不過從可愛女人心情一路到黑色幽默 這些歌曲所累積的好評 讓周杰倫唱片的銷售量倒吃甘蔗 第一版專輯最後賣到斷貨 只好改版再賣 吳宗憲後來也動用自己線線家族的節目 還有自家ET Jackie電視台的資源 不斷的邀請周杰倫上節目打歌 同時密集播放他的MV 成功打響了周杰倫的知名度 而說到周杰倫音樂風格的建立 不只是他的作曲畫龍點睛的就是方文山的作詞 方文山在高職畢業之後呢就直接出社會工作 他當過快遞送貨員工廠作業員跟水電工 不過喜歡廣泛閱讀的他呢 賢霞時也喜歡自己填詞創作 後來他把自己的100首歌詞作品呢 彙整成一本歌詞大全 寄到各大唱片公司毛遂自見 當時幾乎所有唱片公司通通已讀不回 只有吳宗憲的阿爾發唱片回了他電話 並且簽下了他 跟周杰倫同期進入了音樂圈 很多人以為周杰倫跟方文山的默契是與生俱來 其實啊起初這兩個人可以說是互看不順眼 吳宗憲一開始把方文山的詞拿給周杰倫看 結果周杰倫的評價竟然是沒什麼 這句話呢兩子結大了 方文山馬上也回嗆周杰倫的歌很一般 不過雖然相看兩相宴 但也因為這兩個人當時的事業都沒什麼起色 所謂的患難兼真情 就是這樣一起窩在錄音室創作 培養出了周杰倫跟方文山的默契跟情誼 而他們合作的契機呢就落在1999年 首先呢是台語歌後江蕙 當時挑中了周杰倫的一首歌 也就是《老虎聲》 不過當時江蕙的唱片公司呢 只是想買周杰倫的歌 不想買方文山的詞 結果就在兩個禮拜之後呢 唱片公司發現喔 這首歌找別人來填詞呢味道都不對 回過頭來呢又想買方文山的詞 讓這首《老虎聲》呢 成為周杰倫跟方文山 兩個人第一次搭檔賣出的歌 後來呢吳宗憲要發行專輯 他叫周杰倫從方文山當初送來的 100首歌詞大拳當中 挑一首歌來作曲 最後周杰倫挑中了《你比從前快樂》 這首歌呢就在吳宗憲的強打之下呢大紅 直到分手後 你不難過 你比從前快樂 就在這首歌之後呢 周杰倫跟方文山成為了堅實的詞曲搭檔 兩個人的搭檔呢 從周杰倫第一張J同名專輯 開始引起討論話題 方文山充滿畫面跟空間感的歌詞 搭配周杰倫多遍的曲風 比方說專輯當中的印第安老班鳩 以及講三對三籃球的鬥牛 創造出了有別於台面上華語流行音樂的型態 不只是小情小愛的抒情歌 還有這些新的創意可以來玩 周杰倫的第一張專輯呢 全台灣銷售量就超過30萬張 這在盜版唱片《猖獗》的西元2000年來說呢 已經是非常亮眼的數字 唱片公司在隔年也決定打鐵趁熱 相隔不到一年的時間呢 就推出了周杰倫的第二張專輯 一般來說呢 歌手要出第二張專輯 不論是市場上的評價還是銷售量 要突破上一張肯定是不太容易 不過很顯然喔 周杰倫在第一張專輯之後 已經想好要怎麼玩了 因為這一張專輯的名稱呢 就叫做《范特希》 也就是英文單字Fantasy的意思 這張專輯呢 也成為了華語樂壇具有歷史地位的重要作品之一 光是開場第一首《愛在西元前》 就把大家帶到美索不達米亞平原 創造出穿越時空的感覺 據說這首歌詞呢 是當時方文山灌完博物館之後 出現靈感而創作的 緊接著第二首歌又跳回到現實世界 對家暴現象做出批判的霸我回來了 是當時台灣流行音樂很少聽到的題材 這首歌的傳唱度之高呢 一度讓大家以為周杰倫就是在寫自己的親身經歷 還造成親戚的不諒解 不過其實大家都入戲太深了 周杰倫也澄清過這首歌呢 是在寫朋友的故事 接下來的忍者威廉古堡一直到雙結棍 這三首歌呢代表了三種不同的歌曲風格 而且在編曲上呢 也融合了這些題材背後的異果元素 這些非常前衛的音樂風格 卻又不會讓人家覺得冷屁小眾 因為周杰倫非常知道大家對於這些素材的喜好 比方說忍者 在整首歌的背景呢融合了日本傳統樂器 加上電玩意象的編曲 馬上就讓人聯想到任天堂的紅白機遊戲 雙結棍這首歌的曲風呢 更是跳脫了他過去常見的R&B 用饒舌、電吉他跟二胡的搭配 直接建立起了周杰倫中國風歌曲的招牌 十年之後呢 還變成了他演出的好萊塢電影《清風霞》的主題曲 周杰倫的歌呢 除了異國的曲風之外 常常在編曲當中呢 生賴一筆也是他的特色 剛剛談到的雙結棍 結尾前硬是插入這段古典鋼琴獨奏 直接把雙結棍柔中代鋼的特色給詮釋出來 又比方說第一張專輯的《完美主義》 又比方說第一張專輯的《完美主義》 最後一段副歌呢 直接就塞了自己的名字進去唱 聽說這個舉動呢 讓本來作詞的方文山覺得現在是怎樣 想不到到了下一張范特希專輯 周杰倫在《威廉古堡》這首歌的最後一段 錄音時又偷偷加上了上一張專輯《鬥牛》的Rap 這一個完全沒有邏輯的操作 讓方文山當下非常無奈 聽說氣到不想跟周杰倫說話 其實我也可以懂方文山的感覺啦 大概就很像你畫了一幅曠世巨作 結果你家的弟弟呢 在畫上面簽上自己的名字一樣 不過我自己還蠻喜歡周杰倫這種神來一筆的風格 放到現在來看呢就是彩蛋的概念 而且也讓很多人拿到周杰倫的專輯第一時間呢 就會開始尋找編曲裡面有什麼樣的巧思 范特希這張專輯呢 之所以被周杰倫的粉絲譽為神專 其實還是在於他設下了華語流行音樂的分水嶺 華語流行音樂的發展呢 大致上可以分成幾個階段 1970年代呢受到中共跟美國建交的影響之下呢 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岌岌可危 為了挽回民族自尊心 當時的年輕人呢 不再像過去一樣追逐外國歌曲 而是響應用自己的語言唱自己的歌 開始了所謂的校園民歌運動 民歌呢帶起了第一波台灣流行音樂的革命 很多歌到現在還是嚷嚷上口 甚至被新一代的歌手呢給翻唱 比方說呢 孫燕之就翻唱奇遇的橄欖樹 王力宏呢則是改編龍的傳人 不過由於民歌的曲風比較單一 在類似的曲調過於氾濫的情況之下呢 造成聽眾的審美疲勞 1980年代呢民歌就逐漸淡出市場 取而代之的是羅大佑蘇瑞等歌手 他們的歌曲呢不再像是民歌那種 輕輕柔柔的歌詞跟曲調 而是反映了經濟起飛時期的各種社會現象 歌曲的受眾呢也從當年民歌崛起的校園 換成了出社會打拚的人 1987年台灣解研之後呢 出版業跟著解禁了 台灣成為了華語流行音樂的樞紐 來自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歌手 也紛紛來台灣發片 唱片公司在商業化的考量之下呢 主流市場幾乎被英文稱作Ballad的芭樂歌給取代 Ballad直接翻譯呢叫做慢版抒情曲風 但其實在台灣呢泛指旋律簡單 好記好唱的歌曲 後來呢就直接稱作芭樂歌 雖然90年代呢不乏以有像500 張宇生這一類具有實力的創作歌手 但為了搶佔KTV排行榜 絕大多數的歌曲還是以好聽好記好唱的芭樂歌、K歌為主 一直到了周杰倫大家才發現 原來流行音樂並不只是這些公式化的歌曲 尤其是范特希這張專輯 不只是入圍10項金曲獎 拿下5項大獎的肯定 在銷售量上面呢更是直逼40萬張大關 證明了在個人風格跟市場喜好當中呢 周杰倫抓到了平衡點 連帶讓接下來的創作者呢 更願意跳脫公式去開創不同的曲風 還有一個有趣的點 那就是在范特希這張專輯當中收錄的曲子 有幾首都是過去被其他歌手給退稿的 比方說忍者這首歌呢 當初本來是要做給張惠妹 但阿妹當時一聽呢面有難色 於是就退掉了 霸我回來的這首歌呢 據說本來是寫給同公司的康康 原本的名字呢還叫做甩我馬子一巴掌 結果被吳宗憲退了之後呢 才把這首歌改名為霸我回來了 但康康唱了一小段之後呢還是覺得怪 最後依舊被退稿 只好讓周杰倫自己唱 這兩首歌呢最後也紅遍大街小巷 而從周杰倫過去寫給其他歌手的歌曲也發現 2000年之前被這些歌手青睞的歌呢 多半都是一般的書情歌 但隨著周杰倫第一章第二章專輯大賣 更多歌手更願意使用周杰倫那些天馬行空的歌曲 比方說呢李文當時就唱紅了刀馬蛋 這些創新的音樂概念呢 其實都是起源於范特希這張專輯 周杰倫對這張專輯的看重呢 甚至到了2006年 還發行了一張依然范特希專輯 自己經營的潮流服飾品牌呢 中文名稱也叫做范特希 可以說范特希就是周杰倫音樂的代名詞 事過境遷呢 范特希已經發行了23年 但是很多歌曲現在再重聽一次呢 還是歷久不衰 被很多人呢稱作是一張周杰倫也無法超越自己的專輯 還記得當時下課跑到唱片行去買這張專輯的時候呢 搶眼的紅色帽T 搭配周杰倫幽暗的神情 歌詞本當中呢寫著 六個不知道背後意義的中文字 不只是帶出了這張專輯的神秘感 也彷彿是在告訴大家 這張專輯呢 絕對跳脫大家對於流行音樂的想像 果然喔 按下CD隨身聽的播放鍵 戴起耳機呢 馬上就被周杰倫跟范文山 帶入到另外一個屬於范特希的音樂世界 我記得那個時候呢 我還在念國中 上課無聊的時候呢 就拿起周杰倫的歌詞本 開始背歌詞 當時大家都在比誰可以完整唱完雙結棍 因為這首歌的速度實在是太快 可以說周杰倫的音樂呢 不只是小時候的背景音樂 更是填滿了很多人青春期的生活 唉 做完這一集 周杰倫會跟《破壞之王》裡面的張學友一樣 給我兩張演唱會門票嗎 你是周杰倫粉絲嗎 你喜歡哪一張周杰倫專輯 當時第一次聽到范特希這張專輯 你的評價是什麼 這一次的演唱會你有搶到門票嗎 還是得要跟我一樣 一起爬下水道進去聽呢 不管你的答案是什麼 都歡迎你在底下留言 跟我們分享你的看法 喜歡我們的朋友呢 請記得訂個月按個讚 留個言分個想 開啟個小鈴鐺 你不要忘了追蹤我們的IG臉書跟TRIP 不喜歡的朋友呢 也感謝你 到這邊 這裡是小鈴講聲音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唉 我好久沒唱雙結棍了 我國中的時候呢 是可以一首歌完整唱完 宁weet電視剟的最高都在發рей社再試 訂敦至 거는 賭馬力勝負的最高都在發張 起床 搞定 月輕人 arrest 店面對媽媽上叉在酒3 多安交圈照武術老闆練點菜場耍阿架槍 硬體質公布最難長期中造鐵埔3 他們的二字我習慣從好就有鵝目爛 什麼到槍圓鍋飯我都耍得有模有樣 什麼畢竟就是喜歡雙鐵棍的柔中代鋼 想要去河南收穿學校的靈跟武當 衝麻鯭 衝麻鯭 呼吸組納欣自在衝麻鯭 衝麻鯭 7人... 好了不要唱了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